那讲到这个这个MSDN 其实在很久十几年前就有这东西了 就是只要是微软的那个Visual Studio 因为Visual Studio现在 出到现在已经大概十几的版本 应该好像十一十二的版本 那早期我觉得MSDN在不是网路版的时候 反而做的比较好 现在反而线上版做的不是那么的完善 那里面的话其实你会慢慢习惯 它里面相关的说明 那这里这个这个版本 那特别注意就说呢 Darnets里面的frameworks 它从2.0之前就有支援了 那你们可以要特别注意要注意一下的版本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是最新只有4.0版本有支援的话 那你的server一定也要update到4.0的才会有支援 不然你用这个 像timers你要注意看 是不是应该他是4.0的控制项 如果你是用3.5的话 那那个你的server就没办法支援这东西 那你会想这个东西其实存放在哪里 基本上一个frameworks 基本上都是放在这个system底下 基本上其实他应该都是用那个DLL的那个library的一个方式 就是在存在我们的系统的档案里面 OK 那大家了解一下 它实际上 它也相关的说明 我想各位再稍微看一下 那如果get set 这边稍微了解一下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范例 有关那个timer的一个能不能就是启动计时器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用三个button去控制timer 那三个控制项怎么去控制 各位可以预设值是开启 所以你会发现一启动就开始计时 对不对 然后呢可以关闭 停了对不对 然后重新计时 归零 有没有 从零开始 然后关闭 重新计时 从一开始 有没有 这个地方要怎么做 那实际上 非常简单 主要呢 这个计时器 你看起来是很复杂 不过实际上它就是控制什么 那个timer的 控制项是true还是false true的话就是可以计时 false就不能计时 然后按钮的话也有truefalse 你看现在 不能按 这个属性部分的话 你可以把它able 里面那个属性有个able 把它改成false 它就不能按了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怎么做 我想首先我们 先把那个范例 开起来来看 这个是timer 这个 这个pr 这个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它有哪一些要布局的 我想尽量各位还是从头 看完这个范例之后的话 自己做过一遍 里面的话有哪一些东西呢 包含就是三个button 所以有个button 第一个是open 然后呢 再来是一个 close是关闭 bt